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queline 上兩集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去了英國不同的官方二手車場看車 以及怎樣在網上選擇車 未看的網友可以回到之前看 而今集我們就介紹我們買了哪輛車 以及為什麼選擇它 好 不說那麼多 去片 在OptoTrader看適了車 可以直接傳訊息給經銷商跟它聯絡 例如查詢車的資料 又或者約時間去看車 這間是另一間BMW的經銷商 我們來到就順便看看新車的價錢 讓大家網友可以參考一下 這間BMW 1是118i M Sport Package 裡面的價錢是35,000磅 包括電動椅和M Sport Brake 這間BMW 1是320i M Sport Package 價錢是41,000磅 這個價錢已經是頂級的配置 包括M Sport Brake Sport的電椅 後座有新的護照 以及後拍鏡頭 幾乎可以加進去的選擇 之前在Redding的經銷商就看不到 來到這裡我就看到4系BMW 開始出電動車了 其實在英國 2030年之後 就不會再發售汽油車了 所以 接下來的大趨勢都會轉到電動車 只不過在現在這段中間的時段 電動車的售價、續航能力 出到外面的時候 會不會很方便可以充電 這些暫時都未解決得很好 但如果網友來到這裡 會自己買屋住的話 其實裝回一個充電器在家裡 買電動車就會方便很多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只要過多幾年 當這個技術再成熟一點的時候 其實現在只需要一個中段過度的車 去先用 過多幾年 當電動車的續航能力再提升 而且電動車大受歡迎 令到售價顯著下降之後 其實氣候車跟它真的沒有得比 因為那個加速的能力 和馬力上 電動車真的優越很多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維修費用 因為電動車的維修費用 一定會比汽油車 或者D數車便宜很多 至於像X6這些BMW大型車款 其實街道不多見 而且售價也不便宜 我不是車的專家 不過上網看了很多BMW之後 經常看到一些字眼都會重複出現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BMW 1系的SE Package 大家留意它的車頭、車身包圍 和連結 和這部1系的Sport Car 很明顯看到的車頭、車輪和車身包圍 是會有不同的 而這個Sport Package 還有Sport C 來到這個1系的M Sport Package 看到車頭和車身包圍會更漂亮 其實在網上 絕大部份的BMW 都已經有M Sport Package 它的懸掛系統 叫做M Sport Suspension 亦都不同了 而Cupin這些雙門的轎炮車 在二手市場和街道都見不少 可能因為英國這裡的生活和香港很不同 很多時候有些年輕人都會自己搬出來住 又或者一家大生一起住的時候 車輪最少都可以放兩輛車 所以 Cupin的受歡迎程度 我自己覺得是比香港高的 來到3系 我們就會看到320i 220i 就是指引擎不同了 是一個直射引擎 匹數到180匹 馬力方面 比起218或218 這些系列的引擎 會高了大概三成以上 我自己覺得 180匹 其實是很夠用的 2系和4系 都有機會看到 這個叫做Grand Cupin 它不是一個雙門的轎炮車 而是一個四門的轎炮車 其實4系和3系 基本上的規格很相似 基本上完全一樣 最大的分別 一眼看得出的 就是車尾箱 這個是3系的車尾箱 這個是4系的車尾箱 這個就是4系的車尾箱 因為4系的Grand Cupin 它是一個揭背的設計 車尾箱的容量和3系差不多 但是使用方面 會方便很多 而另外一個Term Set 有機會看到就是X-Drive X-Drive 其實是BMW裡面的 四驅系統的專稱 根據BMW官方說 這個X-Drive的系統 是特意用來應付不同的路面需要 例如下雨、沙地 或者下雪 在這些有機會線胎的情況 X-Drive就會自動調節四輪的輸出 令到車尾箱經過不同路面的時候 更加穩定和安全 而這個X-Drive的系統 在轉彎的時候 它都會自動調節內輪和外輪的輸出 在轉彎的時候 令到它的爪地性更加好 而X-Drive這個四驅系統 不一定要是SUV才有 其實其他的模特兒都會配置 而X-1這個系列 而X-1就是最小的X-Series 在英國的路面其實應該挺好用的 而去到大一點的尾箱 就是X-3 Series 我都見有不少人用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駕駛車的方面 以及有時要走過的兩旁 都有車拍了的時候 可能車身的大小 有少少困難 而最後I就是汽油車 D就是柴油車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lvin 我們已經買了新車 YAY 我們今次就介紹一下我們的新車 為何會買它 其實它是一輛BMW的四驅 四驅為何有何好呢 第一件事就是 帥氣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它本身跟三驅是一樣的 即SPEC 大家其實上網都可以看到 SPEC的資料 我想我們說多一點 就是其實駕駛了一段時間 即使用了一段時間 覺得駕駛有甚麼好 甚麼不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 在英國 駕駛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揭背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買很多東西 所以在英國駕駛背的車是很受歡迎的 我們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四驅的駕背 車尾箱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四百多Lit的 其實可以過來看看 它的深度其實非常深 還可以插進去 如果有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放入車尾箱 後座的位置可以放進去 即甚麼傢俬都可以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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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便在現在買了一些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駕駛進去之後 車尾箱還可以有多少位置 我們今天還有超多位置 我們自己買了一些東西 順便幫朋友也買了一些東西 其實你看到裡面還有很多位置 例如我們平時去超級市場 通常如果在Morrison 最少都會有一大袋 有時如果去Costco 可能會有兩大袋 其實它的車尾箱是絕對夠大的 而且它跟三系最大的分別 就是因為三系不是揭背 它是一個普通車尾箱 所以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四系會方便很多 其實四系的後座位 因為這一格是四門的四系 它是關橋拼 其實它的後座位置 空間還是很足 譬如說前座坐了我 我一百零高 其實後座再坐過一百零的人 其實你見到 膝樓的位置還有很鬆動 頭頂位是OK的 在旁邊可能會有一點點碰到 但其實是OK的 因為如果不是一百零高 其實應該很鬆動 後座如果不坐五個人 其實有四個人 其實還可以用來擺放 而它的寶座位置其實是User friendly 有時候 譬如說有些車 它的寶座位置 其實是會拔走 很多時候會不見了 這一塊它的設計 其實是會好的 它的標板 就是沒有現在的電動車那麼便宜 不過可接受 如果你跟Mercedes 相比 沒錯 這些位置是比較沒有那麼流行的 所以Mercedes 這方面 內櫳會比較漂亮 但價錢自然就貴了 它的導航其實也挺好用 不過我們習慣用手機 有很多不同的Apps都可以用 前座的空間都很舒適 就算車頂的高度 比起三階低於幾cm 我坐下去也沒有頂頭 而轉彎方面 無論是左右擋風玻璃 都沒有阻礙到我的視線 所以駕駛起來也挺舒服 至於車身size方面 雖然英國的停車場 沒有我預計之中那麼寬敞 但四階用起上來 出入或是泊車上落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它的車尾當然是好用 不過如果要說它的缺點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它的M Sport 的 Suspension 可能有少少硬一點 就算我調去Comfort Mode 駕駛起來 因為英國的路面 其實如果你說香港農場道已經很爛 其實英國很多路比它更爛 如果它可以再調較舒適一點 乘客方面可能會更舒服一點 不過對於我來說 是司機 就不是覺得很大問題 至於軚感方面 如果駕駛日本車 可能需要少許時間適應 因為它的軚的敏感度很高 基本上你動一點 其實車馬上會反應出來 這些感覺可能有少許需要適應的時間 至於車速方面 我和幾位在香港過來的朋友都有聊過 大家不約而同也有一個感覺 覺得這裡的人駕駛很快 其實因為咪錶跟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是用公里的 這裡是用公里的 所以其實現在在這裡駕駛 平時是20、30、40 其實已經是等於如果駕駛40 已經差不多等於在香港駕駛60公里 其實大家在香港駕駛的朋友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在葵方真都會 還有在葵中廣場中間 剛剛那個轉彎位 那個輕寧路那裡其實很窄的 有很多時候左右兩旁都有車在 一邊排隊入停車場 另外一邊很多貨車都停在 中間其實那兩條行車線是沒有間開的 這兩條行車線通常的車不會走得很快 但是在英國這裡 經常都有這一類型的路面 而大家走近最少等於在香港 是50公里的速度 所以其實都有點壓力 但是有很多時候 左右兩旁的車 會踩了出來半條行車線 你可以想像那條行車通道 是會比起我剛才說的更加窄的 所以如果想著來到英國 都駕駛SUV的朋友 那就真的要認真想一想 那個車身的尺寸 在湯過湯或者在市場走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這麼舒適 在香港有玩開車的朋友 知道我來到英國之後 經常都跟我說 你也好 在英國很多靚車很便宜 現在其實我自己看完二手市場方面 其實我就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它的價錢 現在在英國的二手市場 價錢跟香港的二手市場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你不會覺得比香港貴了 但你也同時不會覺得比香港便宜了 舉一個例子 以1923年車來說 差不多等於出廠價 可以找到大概六折左右的價錢 如果不是近一年二手車價升了那麼多 那在英國買二手車真的便宜很多 那既然現在買一輛日本牌子的運能車 都已經差不多追到歐洲車的價錢 那我自己就覺得 那不如就直接買歐洲車了 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就是 看不見到這堆一點一點的東西 就是每天我們都會在車上看到 知不知道是甚麼 就是 密封的屎 又要撿屎 對 每天都在賣這些屎 真是鼓勵不到 大家是否不相信 我展示給大家看 這些就是密封的屎 今天就介紹完我們的新車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的分享 還有很多看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都未訂閱我們的 希望你也可以快點給個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一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告訴大家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來吧